哈喽同学们 我们既然知道了这个lamp一个网站的黄金架构 它呢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web服务器的搭建 那么我们说呀这个web服务器 它的作用啊一般都是一个网站服务器 是这个安装在计算机中的一个程序啊 也就是说 它仅仅是linux下的一盘软件而已是程序而写出来的啊 我们可以通过浏览器 等web客户端啊 向这个服务器发送一些请求就好比 你看哈这个请求我们看到的浏览器当中这张图片啊 它整个的urr长什么样啊 我们是不是访问book.lufecity.com 这个是一个主机域名 通过它呢定位到一台服务器 首先是不是进行dns解析啊 然后呢访问这个服务器 它底下的一个linuxbook文件夹啊 然后呢再从这个文件夹当中呢 把这个互联网服务基础 然后图片 image图片 哎这是最终定位到了一台服务器下面的一张图片文件呢 tng文件 对不对啊 我们呢因此可以是在web服务器上放置一些数据让全世界的人去浏览 比如说book.lufecity网站 这么一张图片 也比如说啊 老师在这个个人服务器上放的一个这个 拨打.jpg 这是不是也在我个人的网站上 他的一个某一个文件夹下放了拨打这张图片 我们就能够看见他了 是不是啊 那我们要说呢 目前世界主流的web服务器有哪些呢啊 叫目前世界主流使用的web服务器 有比如说apache啊 比如说ngix啊 那现在用的最最多的就是这个nginx软件了啊 然后呢 还有微软的iis啊 微软的 然后呢 还有这个lighthttpd 这几款apache 和这个ngix以及这个lighthttp 都是在linux平台的 这个iis呢 是在微软平台的 那 我们还是先看一下apache apache呢 我们还是需要掌握的 因为在一些老企业用apache还是有在用的啊 那我们呢 会在后面更深入的 最很详细的去学习ngix这个软件 他们四个都是一个web服务器的功能 就是他这一环节能够呢 对用户的静态请求进行解析 或者说分发 然后呢 把词盘上的数据啊 给他读出来啊 那 我们说这个apache呢 他在以前是世界排名第一的一个web服务器软件 他呢 几乎能够运行在所有计算机平台上啊 并且由于他跨平台和安全被广泛的使用 什么叫做跨平台啊 同学们啊 这个跨平台也就是说啊 叫跨平台 他支持windows也支持这个linux 并且可以在不同的机器平台运行啊 并且他广泛的一个跨平台性啊 和他的安全性被广泛的去使用 是这个最流行的web服务端软件之一 这个apache呢 他能够快速可靠的通过一些程序 后端程序的扩展啊 能够进行一个动态请求的解析啊 也就是说 这里application server 我们能够通过python php 这样的编程语言啊 进行动态请求解析啊 并且呢 apache啊 他的中文名是翻译为叫做他 apache 是这个东西啊 我们说这个apache呢 他其实啊 是这个北美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 叫做apache族 在美国的一个西南部啊 也是同时这个apache啊 也是一个基金会的名称 也有也有懂这个 这个军事相关同学啊 也知道这个apache啊 他也是个直升机的名字 是不是啊 那我们说呢 这个apache 他是一个http服务器 并且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http 服务 器 咱们给他往上写一写 我们说这个http服务器 apache啊 他是一个高度模块化的 模块化的 应用 这个web服务器 什么叫做高度模块化的 模块化呢 就是说呀 他支持好多不同功能的模块啊 我们安装某一个模块 他就可以使用哪一个功能啊 是一个可插拔式的一个插件 是非常好用的 然后呢 这个apache呢 经过多次的代码迭代 成为这个世界上排名第一的web服务器 那当然了 由于apache也有一些弊端 在后来呢 被这个更加年轻且优秀的web服务器 ngex所替代了 那在这我们还是主要介绍apache的哈 说这个apache呢 它是市场占有率非常之高的 它的广泛的安全性和跨平台性被大家认可 它可以运行在windows啦 linux啦 以及unix啊 apache呢 还有一个很好用的功能 支持多虚拟主机功能 什么叫做多虚拟主机呢 咱们可以这么去理解啊 如果说呀 你的网站 或者说你的web server 不支持多虚拟主机 用户访问一个域名 咱们可以给大家画个小图啊 来画个小图来理解一下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啊 这时候有个小人啊 叫做 叫做超哥 超哥这时候呢 访问了一个域名啊 比如说3w.这个超哥.cc啊 他现在想访问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是不是一定能够解析成一个IPD字啊 假设是123.20616.61 那好 最终啊 是不是解析到了一台服务器啊 这台服务器上呢 我们是说安装了一个web server 也就是安装了阿帕奇啊 那咱们先写一个web server 假如说这个web server啊 不支持 多虚拟主机 也就是说我访问这个域名解析到这台服务器 只能够访问某一个站点资料啊 叫做 叫做 只能访问出一个 目录资料 啊 那如果是这种形式他就叫做单虚拟主机啊 一个域名对应一个服务器 一个站点资料 那这个时候他就没那么好用了 为什么说他不好用呢 那 我们就要说一说多虚拟主机的概念 多虚拟主机是什么概念呢 比如说啊 还是超哥 他想 访问一个网站 哎 他这时候可以访问多个 咱们先画两个 都能够对应到同一个电话号码 你说这是不是可以 你拨打小张也能打给这个电话 你拨打这个张三峰也能拨打那个电话 能明白吧 因此呢我们这个域名解析啊是可以实现多对一 这个不同的域名 都解析到同一个IP地址 这是可以的啊 好 为什么要让他进行多个域名都解析到同一个IP呢 因为他这里啊支持 叫 支持多虚拟主机 也就是说呀 我能通过不同的域名 都能够解析到同一台服务器 但是呢 他能够返回不同的站点资料 比如说跟 这个 3w 啊 bbs 一个站点资料里面有一个叫做 bbs 超哥点 jpg 然后呢 当用户访问blog 点超哥点cc 解析到这台服务器 又能够返回 他 3w blog 目录下 里面有一个假设叫blog 超哥点png 那你想 我一台服务器 现在可以挂着两个不同的域名 能够呢 返回不同站 不同目录下的一个资料 那我是不是就实现了 一台一台服务器 运行这两个网网站呀 那我是不是就很省钱了呢 如果他不支持多虚拟主机 你一台服务器 只能跑 一个网站 那如果我现在 假设我现在做了两个网站 一个是 这个小说网址 一个是电影网址 那我是不是得买两台服务器啊 很浪费钱的 那通过 Apaq 或者 NJX 他们都是支持多虚拟主机的 我就能够实现 不同的域名 访问不同站点资料 就能够在一台机器上 运行多个站点了 那当然了 那这个域名 我们是得去公网去购买的 也能够支持什么呢 哎 这里啊 应该备注一个叫做 多域名虚拟主机 多域名虚拟主机 那这里呢 仅仅是一个多域名虚拟主机 还支持什么呢 啊 IP 叫做 咱们给他写下来 基于 端口的 多虚拟主机 比如说呀 我 都访问同一个站点 假设叫 3w. 超过.com 我们说浏览器默认访问 HTTB 是不是80端口呀 那我呢 还可以基于 3w. 超过.com 冒号81 基于不同的端口 访问到不同的网站内容 这叫基于端口的多虚拟主机 还可以呢 基于域名的 多虚拟主机 也就是说 我可以访问3w. 超过.com bbs. 超过.com 我呢通过这两个网站 访问到不同的内容 OK不 还有呢 这个 基于IP的多 虚拟主机 那这个呢 用的其实很少 咱们先 可以不了解它 好 由于阿帕奇 他呢 支持多虚拟主机 以及他高度的支持很多 模块 还有呢 HTTPS加密 还有什么 日用户的访问日志功能了 反向代理功能了 负载均衡 用户认证 等等 非常优秀的功能 因此这个阿帕奇啊 被使用的还是非常广泛的 那我们就在下一小节看一下 叫做 Linux安装 APA G 好 我们下一小节再来 没什么 稍微 没什么 啊 感谢观看